大家好 今天帶大家來到位於牛池灣嘉峰台一座的一個住宅單位 實用面積大約有482呎 兩房一廳 今次這個單位進行了局部裝修 因應護主希望破舊立新 轉換設計風格 所以我們重新規劃了單位的佈局 首先全屋廳房油漆翻油和重鋪地磚 其次靠門位做了一幅以池磚為點綴的特色牆增加生活品味 最後廚房方面保留原油單位廚櫃 只是更換了櫃門和家裝高櫃增加收納 而廁所方面只是新造一個鏡櫃營地櫃 盡量保持原貌 接下來我們聽Alice 和康師傅的介紹 大家好 今天來到牛池灣嘉峰台一個480呎的兩房單位 很多人都以為我裝修是否一定要花很多費用 其實都不是的 可以因應你單位的本身狀況和預算 我們可以選擇某一些項目做翻身就可以了 而這個單位正正就是這樣的情況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就鋪了重新做了一個木紋地磚 而我左邊這裏就做了一個用瓷磚的電視特色牆 而我左邊這裏就做了一個用瓷磚的電視特色牆 而大門它就並沒有更換新的 它是選擇組用翻油的方法 因為外面就要就管業署的要求 就用漆架翻身 而裏面就可以因應自己的設計 翻油色一個顏色 而客廳的其他部份的傢俬 亦都因應預算可以買一些現成的傢俬 而油漆方面其實它都是翻油的 就並沒有橙底線灰 而木殼方面它亦都是做一個木殼的翻身 現在帶大家來廁房看看 這個是一個全新做的高燈櫃 是就當它的設櫃 就開了木櫃給它擺設櫃 是一個微波爐 因為這個櫃的項櫃是裸的紅色的 它右手邊這邊的設櫃是舊的 所以我們幫它擺設一些門板 擺設雙塗的顏色 至於下面的設櫃 都是幫它滿了門板的 在對面的高燈櫃 電磁爐因為它舊的就小了 我們幫它開大門 放回電磁爐袋 洗衣機我們幫它擺設門板 然後蓋上實體耳機 好看一點 美觀一點 天花也是全新做的 幫它做一個留意的天花 來到廁所這部份 廁所亦沒有重造過 水電亦沒有做過 就只是更換了一些地櫃和吊櫃 更換了座廁 而棋缸這裡亦沒有重造 但是有一個特別的位置 原先的棋缸位 這幅牆都是紫皮石 但是因為業主就擔心 看到有少許裂縫位 所以我們當時就跟它 只是這幅棋缸 這幅牆就把紫皮石拆了 然後就配上銅色系的磚 注意這個白色面 這些磚是它原本的 而這幅牆的磚 是重新我們幫它用人手拆 然後再組裝它 再做防水 而這個是一個兩房單位 有兩道房門 而這兩道房門是新門的 而左邊這裡 就是一個植文條紙的木門 而這邊就有一些卡通公仔 房間的油漆都是跟它做翻身的 想知道更多關於裝修工程的資訊 那就要記得 comment like 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